炒茄子的时候一定不要先放油 今天教你一招 茄子不发黑不吸油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茄子非常好吃又不油腻的做法 先把茄子去皮 然后切成细长条 全部都切成这样 然后再改刀切成约三厘米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充分的给它这样抓拌均匀 抓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把青红椒切成小块 茄子腌好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把茄子清洗一下 然后尽量用力的把水分挤出来 放入盆中 然后起锅不烧油放入茄子 变炒出茄子中多余的水分 把茄子炒软 大约炒一分钟 然后出锅备运 起锅烧油 把肉末炒至变色 再下入蒜末炒香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鱼香肉丝调料 其他油盐酱醋的都不用再放了 然后再给它翻炒均匀后 放入青红椒丝 下入茄子 接着再稍微翻炒几下 再加入半碗清水煮两分钟左右 这样茄子就会非常的入味 然后再勾芡一点水淀粉 再稍微翻炒几下 撒上一点正经的葱花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美味的鱼香茄子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鱼香茄子吃起来香味不腻真的是太下饭了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吃大厨